大家好,蝴蝶兰是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家庭花卉 如果买回来的蝴蝶兰带有香味,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今天我就从我的经验先给大家说说看 为什么会有带香味的蝴蝶兰 他们的原理是什么,以及我们在买蝴蝶兰的时候 如何挑选带有香味的蝴蝶兰 通常带有香味的蝴蝶兰以原生种为多 市面上卖的大部分都是杂交品种,比较好养 所以原生种的数量非常稀少 而香水蝴蝶兰大部分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 是属于分布最南部的蝴蝶兰种群 它们都会散发淡淡的香味 尤其在清晨明亮的、空气没有被搅动过的环境里 更会发出淡淡的忧香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带香味的蝴蝶兰 很多都是杂交品种,原生种也有,但是非常少 也就是说大部分品种都是人工发掘的 能自然散发香味的蝴蝶兰 原种作为杂交的清本来预出有香味的蝴蝶兰品种 那么买的时候我们怎么选呢,首先我会建议到比较大的这种苗圃里头 它们有牌子上面是写的香味蝴蝶兰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会错 但是超市里面买的花是不是一定就不会带香味呢 也未必,还是可以挑选到一些带有香味的蝴蝶兰的 我下面就来和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挑选 由于原生蝴蝶兰的花型都比较小 所以要达到花色大,色彩鲜艳,又具备有香气的预种目标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选购的时候那些大花型的基本上不大可能是香味蝴蝶兰 超市里面买的有时候会标明是香味,有时候不会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带香味的蝴蝶兰 你先看看它的花型,首先它是比较小 第二看一下它的这个蝴蝶 它的蝴蝶比较简单,厚,相对也比较硬一点 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不香的那些蓝花 它们的蝴蝶是什么样的 相对来说这些不香的花朵比较大 它们的蝴蝶也比较大,而且比较复杂一点 你看下头有两个尖尖的钩子,看着很漂亮 再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也是一个带香味的蝴蝶兰 看看它这个唇瓣 简简单单,比较厚,稍微的硬一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花形比较小 而且从印尼马来西亚那一带的香水蓝花来说 本身的花形也是比较小的 刚才我们也有提到 市场上目前卖的蓝花大部分都是杂蕉的 要达到花又大,色彩又鲜艳,还要带有香味 目前市场上的杂蕉品种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所以我们选购的时候要注意 花形比较小,而且你看一下它有蜡直的那种感觉 好像像假花一样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带香味的蓝花 相对来说叶子是有一点淡淡的黄 当然你要注意不是那种不健康、营养不良的黄 只是它的叶面看起来比那些普通的大蓝花的叶子颜色会稍微淺一点 而不是像那些大蓝花那样墨绿墨绿油亮亮的 你来看看这个蓝花的叶子 这种油亮油亮的墨绿色的 通常情况下它不会是带有香味的蓝花 注意看一下右边那一盆花花的蓝花叶子 因为这个是原生种杂交的 所以有时候它的叶子会呈现出这种带花纹的特色 反过来说是不是所有带这些特色的蓝花都会香呢 也未必,所以你尽量还是要相信花谱 它们的标签上写着带有香味的蓝花 应该就是不会错的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特别大朵的 非常艳丽非常漂亮的蓝花 基本上是不会带香味的蓝花 所以你要是只想选带香味的蓝花 这些就不要考虑了 另外还有两点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这些带香味的蓝花是杂交的 杂交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退化 也就是说你买回来的是带香味的蓝花 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有可能 有可能我不是说一定会啊 有可能就完全不香了 因为它退化了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你买了这些带香味的蓝花 你不要指望它整个屋子都是香喷喷的那种蓝花香气 蓝花是需要在安静的早晨 空气没有被搅动 并且阳光明媚的时候 散发出那种淡淡的幽香 这才是蓝花的本质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里只是我的一点经验和大家分享 并不一定完全对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